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财金 美股特别是财报巨头 盘前盘后两重天涨了个寂寞 这个我们下面会聊 我们先来看一下 华尔街对于FOMC的点评出来了 分析师认为 虽然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 强调还将继续加息 但声明中通胀用词的变化 以及从加息程度到加息节奏的用词变化 都表明了官员们正在辩论 何时暂停加息 这本身就是一种鸽牌信号 评估显示 鲍威尔的措辞是一年多以来最为鸽牌的 或者说是一种民音暗隔 为了遏制市场和美联储之间的风起 鲍威尔能说的只有这么多 总之 目前市场的争论 已经从加息的规模转移到何时停止加息 加息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市场消化 短期来看 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 美股的反弹动力还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联储可能会越来越接近暂停加息 但这并不等同于转向降息 我们应该为去年的波动性重演做好准备 即使2023年的情况比2022年有所改善 最近市场的各种信息异常的混乱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 黄金白银下跌 大宗下跌 美元指数上涨 美债下跌 美股上涨 表象很难判断 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 到底是软着陆还是衰退 但市场似乎是按最好的状况在交易预期 这种状况不常见 从机构了解到的信息是大家都很谨慎 看看能持续多久 另外 纳指和道指发生了明显的背离 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这主要是许多纳斯达克的权重公司 仍在底部 下跌抄底的众多 价值倒着跌 科技纳着涨 加息对不同风格的影响 先后顺序着来 下面我们来看财报 盘后三大巨头同时登场 我们先来看苹果 投资者的主要关注点 将是该公司12月的季度收入 结果是苹果销售额下降了5% 创2016年以来的最大季度收入降幅 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 具体来看 营收为1171.5亿美元 不如市场预期的1211亿美元 转云是iPhone收入拉垮了 这次iPhone收入是657.8亿美元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683亿美元 我们上期视频说过 11月份 苹果公司发出了罕见的警告 解释说中国的生产问题 将导致出货量低于预期 许多地区的客户注意到 本季度苹果高端iPhone14 Pro的 发货时间超过了一个月 而通常的交货时间不到一周 这意味着高端iPhone 对人们来说是一份 很难拿到手的圣诞礼物 库克说有三个因素 影响了这一结果 美元走强 中国的生产问题 影响到了iPhone14 Pro 和iPhone14 Pro Max 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环境 其实如果看视频贴图 大家可以发现 苹果公司的许多业务线的收入 利润和销售额都没有达到预期 使该公司的股票 在盘后交易中走低 现在投资者在寻找两个答案 苹果的销量 到底因为生产问题 下滑了多少 以及那些在12月 错过了iPhone14 Pro的人 是否会等到2023年 再去购买 这将有效地 把销量推到下个季度 可惜苹果仍然没有提供 本季度的指导 自2020年以来 它一直没有提供指导 其说是以大流行病 造成的不确定性文由 冯夕师们预计 苹果在本财季的销售额 将达到约980亿美元的指引 这次财报可以说是 苹果公司的一个惊人的失误 也是其近7年来 首次于共识预期相比的盈利失误 事实上 这只是苹果公司 自2017年8月以来的 第二次收入不及格 当然 该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几个亮点 首先苹果公司披露 它拥有20亿台活跃设备 包括iPhone Mac 苹果手表和其他产品 这比去年1月披露的 18亿台活跃设备有所增长 这个数据很重要 毕竟除了硬件之外 苹果的服务业务有上升的空间 这次财报中也反映了这一点 Cook说 现在生产已经恢复到 苹果公司可以接受的水平 如果生产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要看消费者的信心了 这个在上期视频中给出了数据 如果消费者信心减弱 最终苹果的高价手机和电脑的销售将放缓 苹果最近有两个趋势 一个是产业链向印度转移 继iPhone之后 苹果开始在印度生产AirPods组建了 这是印度生产的第二款苹果产品 标志着苹果在扩大印度生产方面又迈出了一步 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表示 苹果公司的目标是在印度生产25%的iPhone 25%这一比例高于目前苹果在印度的5%至7% 与摩根大通此前的估计一致 虽然印度有非常多的毛病 但无论如何 印度庞大的劳动力 莫老先的支持 一系列的政府激励措施 当地的市场 令其将在电子制造业拥有一席之地 第二点 苹果另一项重要的决策就是向柴链衍生 苹果和高通 三星纷纷扰扰多年 原来战友们干的业务变成苹果自己干 先是放弃了英特尔芯片 然后显示部件也准备自己设计 以其摆脱对三星等依赖 苹果在推进使用自研芯片方面将更进一步 苹果计划2025年气候高通 博通芯片改用自研芯片 似乎除了台积电 貌似谁都可以抛弃 总之 苹果的未来会是产品 技术 核心组建全自研的趋势 不再依附于他人 自研芯片除了带来性能提升 更完善的生态系统外 它还为苹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利益 节省成本 并进一步提升苹果的竞争力 获得软硬件一体化的发展 更好的打造生态闭环 有产品创新节奏的话语权 2023年 公司很快将通过 苹果性的头显进行增强和虚拟现实市场 同时将在iPhone手机中 更多的使用内部零部件 以降低对其他公司的依赖性 这些新举措将提升苹果长期的收入 注意 苹果财报将是科技行业回归大地的最新迹象 是其他行业的风向标 这份财报也对其他厂商们发出了警告 今年的日子不好过 需要勒紧苦腰带 同样 盘后亚马逊公布了其第四季度业绩 收入是1492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9% 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1454亿美元 但该公司对第一季度的预测却有点轻 亚马逊将其收入分为三个可报告部分 即北美 国际和AWS 前两个部分包括通过电子商务活动产生的收入 以及在国内和国外市场赚取的订阅费 他们往往在第四季度的假日季节表现良好 去年10月 亚马逊曾预测今年四季度 即零售行业通常的假日销售旺季增长 将是其有史以来最慢的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表现良好 主要是北美地区营收做出了贡献 AWS业务营收同比增加20%至213.8亿美元 但依然低于市场预期 此外 上季度亚马逊云业务主要精进对手 微软营业务部门的业绩令市场失望 从而令投资者担忧云业务的业绩 将在接下来对亚马逊的业绩产生拖累 因为全球的企业已经开始削减他们的可支配支出 以达到财务上的节俭 由于这是一个行业动态 所以亚马逊的AWS经历类似的阻力 这从微软的财报结果来看 似乎已经被市场接受 再来看盈利方面 尽管亚马逊多年来 一直是一家盈利能力极强的公司 但其盈利能力在第四季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三个报告部门中的两个已经出现了经营亏损 该公司正在扩大国际业务 尚未释放出规模经济 这是其运营亏损的主要原因 AWS的收入增长势头下降 但其投资仍然很高 拖累了该部门以及整个公司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下降 在亚马逊的利润表上 有一个名为其他收入的项目 其中包括有价证券的收益或损失 截至目前 亚马逊持有大约1.58亿股 电动汽车热造商Revan的A类股票 这是一项战略投资 考虑到亚马逊可以用这些电动车战略性的替换 和扩大其送货车队 以减少燃料开支 但问题是 Revan的股价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收盘价为18.43美元 因此 它在第四季度 继续对亚马逊的财务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 话虽如此 但令人惊讶的是 几乎所有的分析师在评估亚马逊第四季度的业绩时 很少有人谈论Revan的效应 在下个季度展望方面 亚马逊预计今年一季度收入低迷 令投资者担心 该公司的主要电子商务业务停止不前 云计算部门的销售增长放缓 总之 这份财报不算好 但也过得去吧 亚马逊最近发布的 Buy with Prime的功能选项 使其收入增加 此功能选项允许第三方电子商务网站 为其客户提供结账的能力 就像他们在亚马逊网站上一样 只需点击一下 本周 亚马逊将这一功能选项 从仅有的邀请模式中移除 并将其广泛提供给在线供应商 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市场 到2025年 每2%的采用 可能会使亚马逊的年度税前收益 增加10亿美元或者更多 乐观的看法是 亚马逊将因此收获35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也有分析师表示 该功能选项的数量 应有助于提高旅行和物流效率 因为亚马逊将能够更好地 利用其在物流方面的过剩产能 盘中上涨主要还是因为大盘 盘后的下跌更多的是因为修正 估值来看 亚马逊的股价是该公司追踪12个月销售的两倍 如果与行业可比数据一起看 这是很低的 许多其他的电子商务平台 要么以更高的倍数交易 要么收入增长水平差不多 这说明亚马逊的股票 已经对很多风险进行了定价 尽管面前有短期风险 但仍然是一个好的长期的交易对象 最后我们来看谷歌 Snap的财报让人们心头意紧 但Meta出人意料的财报 让同样以广告业务为主业的谷歌 给人更多的希望 一般而言 第四季度是谷歌营收的旺季 但财报结果来看 四季度营收选于预期 但同比增长 EPS均选于预期 连续第三个季度盈利同比下滑 且称加速下滑态势 总体来看属于增收不增利 谷歌报告称 去年最后三个月的利润急剧下降 收入增长几乎持平 因为该公司面临着 数字广告市场竞争加剧 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的 广告商支出回撤 公司在2022年的最后三个月 公布了136亿美元的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约三分之一 低于华尔街分析室的预期 该季度的收入略高于760亿美元 几乎符合分析室的预期 但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当时销售额增长了32% 股价回撤 分业务来看 在关键的12月季度 谷歌核心广告业务的销售额 同比下降了3.5% 这是数字广告市场 趋于严峻的另一个迹象 要知道 2022年第四季度 世界杯让很多领域 迎来了报复性消费 但谷歌的广告业务 似乎提振不大 而且2022年第四季度 美元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 规律变动的影响在减小 但该公司的云计算月娥的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2% 达到了73亿美元 略超预期 整体来看 就财报本身而言 的确没有啥特别的亮点 公司首席财务官 在发布财报的同时表示 我们正在进行重大工作 以实现长期的盈利性增长 在今年 谷歌的运营支出成本 可能更加严格 值得注意的是 裁员或者大部分成本削减措施的效果 可能在今年才会实现 这些行动 有可能使谷歌2023年的盈利能力 扩大数十亿美元 股价来看 盘后下跌 在覆盖该股的分析师中 没有人建议卖出 估值来看 该股看起来被低估了 谷歌的价格是明年销售额的3.7倍 自2014年以来 一直没有这么便宜 不过 谷歌接下来最大的麻烦 是反垄断加码 欧洲方面 例如德国 谷歌被指控违反德国数字竞争法 本月由媒体爆出 谷歌将对欧盟2018年 做出的处罚裁决提出上诉 涉案金额高达43.4亿欧元 为欧盟委员会迄今开出的金额 最高的反垄断罚单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罚款了事 重头戏还是在美国本土 这次拜登直接瞄准了数字广告的龙头 谷歌 近日 美国司法部联合国内的八个州 正式起诉谷歌 非法垄断数字广告市场 并寻求拆封谷歌的数字广告技术业务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起诉谷歌 美国司法部自20世纪80年代 拆封贝尔实验室以来 恒少主动提出要拆封大公司 因此本次起诉将成为40年来最大规模的企业拆封案 也被很多人认为 是拜登书写自己历史地位的好时机 司法部指控谷歌带来明显的危害 可能只靠设定游戏规格就排除对手 起诉书中称 平均来看 谷歌在每笔广告费用中至少扣留了0.3美元 有时甚至更多 连谷歌自己的一名广告主管也质疑公司 这就好比高盛或者花旗拥有纽交锁 总之 谷歌逆封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司法部最新的反垄断诉讼 以瓦解该公司 为了应对40年来最大的拆封案 谷歌的应对方法就是不断的游说 司法方面采用拖自觉 拖到下轮政府上台等待转机 谷歌的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微软 微软计划将ChatGPT整合到自家搜索引擎中 CEO皮柴一也承认 2023年将是AI用于对话和搜索引擎的转折点 有报道称 谷歌已经在测试自家的新聊天机器人了 在地名学徒巴德 如果正式出台 或许会有一波炒造的机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由于大型科技构的影响力很大 股市不免遭遇颠簸 如果是长期多头 那么在长期前景中 都应该特别关注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在未来很多年里都会做得更好 他们现在为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或支柱 实际上整个经济都已数字化 严格意义上来讲 市场从来不缺好的标的 缺的是眼光和现金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前面 coordination 参与我